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要报 来看一下内容提要 傅政华电视认罪 他的罪很严重 蚂蚁切割阿里 马云不再是掌舵人 习近平下令释放反清零被捕者 防农村大爆发 北京喊一对一的联系老人 中国计划山寨辉瑞的贝拉维 德国外交部建议公民 非必要别去中国 160年以来最长的僵局之后 麦卡锡当选了众议院的议长 俄国议员建议回购辽宁号 送往黑海前线 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前中国的司法部长傅政华 因为受贿超过了人民币 1亿1700万元 被判处了死缓 他在中共的官方媒体央视制作的 电视专题片当中露面 并且表示他的教训极为的沉痛 根据中共的官方媒体央视 发布的电视专题片 永远吹冲锋号的首集 第二个答案预告 傅政华说 由于他的违法犯罪 严重损坏了党的形象 严重危害了公安司法事业 严重破坏了政法系统的政治生态 他的教训极为沉痛 报道说 其他入境的 还有山东省的人大常委会的前党组成员 副主任张新奇 湖南省楼底市的前市委书记李建国 湖南省楼底市的前市委书记龚武生 报道表示 中共自2020年上半年起 对公安系统展开了大清洗 从中央到地方的公安高层灭临换血 最后 以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的爱将王小洪 接任中国公安部的部长兼中共政法委的副书记 清洗才告一段落 报道指出 而就在中共二十大召开还不到一个月前夕 当时落马的前省级的公安首长刘新云 以及邓辉林还有公道安 都被判处了14年 至无期徒刑 傅政华更是被判处了死缓 堪称是文革结束40余年以来 所罕见的震慑之举 报道表示 傅政华与公道安邓辉林 刘新云都被归类为同遭落马的 前中共公安部的副部长孙力军的人马 更是被中共的官方媒体列为了孙力军政治团伙 显见中共党内对这些前公安系统的高官定性之严重 且成为了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 而在央视的专题片当中也透露了 多年以来傅政华收受财务达到了1.17亿元 其中超过90%发生在中共的十八大之后 他在北京市收受老板的一套别墅 就价值上千万元 他的多名亲属也都借助他的权力牟利 他还在北京市的市中心 长期违规占用了一套700多平方米的四合院 在工作点和下属单位的宾馆占用了六套住房 面积高达1300平方米 好 再来看一下蚂蚁切割阿里 马云不再是实际的控制人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国的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表声明 说蚂蚁集团管理层不再是阿里巴巴的合伙人 以提升公司治理的透明度和有效性 中国的媒体分析表示 此举意味着蚂蚁与阿里巴巴切割 而马云不再是实际的控制人 中国大陆媒体红新新闻在1月7号的时候报道表示 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官网 发布了关于持续完善公司治理的公告 公告表示自2021年以来 蚂蚁集团持续提升公司管理 目前董事会八名董事当中 包含了四名独立董事 下设六个专门委员会 在此基础之上 蚂蚁集团计划继续设立第五名独立董事 以落实董事会中独立董事过半 与此同时 蚂蚁集团管理层不再担任阿里巴巴的合伙人 以提升公司治理的透明度和有效性 强化与股东阿里巴巴集团的隔离 蚂蚁集团的公告还表示 1月7号收到了股东提交的 关于股东上层结构调整的告知函 在股东构价调整之前 马云与蚂蚁集团高层 如景贤栋 胡晓明 以及蒋方 分别持有杭州云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4% 22% 22% 以及22% 的股份 根据公司现行章程 以及一致行动协议 马云能够实际支配云博投资股东会 行使蚂蚁集团股东权利相关事宜的表决结果 并且间接的控制蚂蚁集团 53.46% 股份的表决权 也就说 蚂蚁集团这一回宣布调整董事会结构以前 马云是蚂蚁集团实际的控制人 报道指出 7号经各方分别签署相关协议 并且敲定 马云 景贤栋 胡晓明 以及蒋方 终止在云博投资层面的一致行动关系 景贤栋 邵小丰 倪行军 赵颖 吴敏之 将借由股权转让 分别持有云博投资20%的股权 另外 蚂蚁集团表示 调整结束之后 再也没有任何直接或者间接股东 可以单一或者共同控制蚂蚁集团 蚂蚁被中国官方监管多时 阿里巴巴去年9月间已经发布了年报表示 旗下蚂蚁集团9名高层 包括景贤栋等 已经全数退出阿里巴巴合伙人 蚂蚁集团2020年10月底的时候 宣布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同时首次公开上市IPO 但是因为母公司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 批评中国金融监管 这项号称史上最大的IPO计划被当局暂缓 最后蚂蚁遭到了一连串的整改 阿里巴巴也被立案调查垄断行为 并且施予了重罚 好再来看一下习近平下令释放反清零者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国防疫放开之后 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等五个部门 在1月7号的时候联合发布了通知 要求各办案机关针对先前涉嫌违反防疫政策 并且被羁押状态的嫌疑人以及被告 应该依法及时的解除羁押强制措施 这一宣布形同解除了中国疫情三年以来 因为违反动态清零政策而触犯法律的载压的民众 渴望重获自由 来自香港媒体星岛日报的信息表示 这项名为关于适应新阶段疫情防控政策调整 依法妥善办理相关刑事案件的通知的文件 由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司法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出 提到了上述的内容 通知指出随着防疫工作进入新的阶段 综合考虑防害疫情防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等些因素 需要对相关法律适应做出及时的调整 准确贯彻宽容相继行事政策 依法妥善处理相关刑事案件 报的表示 这项通知也提到 自今年1月8号对2019新冠状病毒实施了乙类医管 不再纳入检疫传染病管理日期 对违反2097新冠状病毒感染疫情 预防控制措施和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的行为 不再以中国刑法第333条防害传染病防治法 第332条防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定罪处罚 因此目前正在办理的相关的案件 需要依据中国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关的规定 及时妥善处理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被积压的状态者 各办机关应依法及时解除积压强制措施 涉案财务被查封扣押冻结者 应该依法及时的解除 但是通知强调 对侵犯医务人员人身安全 扰乱正常医疗秩序和严重防害养老机构 等一些重点机构防控秩序 对涉疫药品检测试剂等 制假售假走私犯私 哄抬物价等些危害严重 性质恶劣的犯罪行为 仍然要依法从严惩治 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报道表示 至于涉疫轻微刑事案件 重在疏导和化解矛盾 统筹落实少补肾诉肾压的刑事司法政策 把注重溯源治理 恢复社会秩序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融入司法办案 好 再来看一下防农村大爆发 北京喊一对一的找老人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市的报道说 鉴于羁押三年的返乡过年人潮 恐将严重的冲击中国农村的疫情 中国卫健委在1月7号的时候要求 农村防疫要做到关口前移 落实早发现早识别早干预早转诊 对老人更是要一对一的联系 中国国务院的联防联控机制 在1月7号的下午 以农村防疫为主题 举行了记者会说明了相关的措施 报道表示 中国国家卫健委基层司长聂春雷表示 农村地区要做到关口前移 核心是落实早发现早识别早干预早转诊 其中早发现主要是对65岁以上的老年人 以及孕产妇儿童残障人士等一些重点的人群 进行一对一的包保联系 每周联系服务不少于两次 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置 聂春雷还指出 早识别就是要加强对上述重点人群的健康监测 对可能出现的情况 比如有慢性病的并发症 2019新型冠状病毒重症风险的苗头 和倾向性的症状出现之后 要及时的识别 及时的给予指导和转诊 而早干预则是在基层要配备必要的养疗设备 如氧气带氧气瓶制氧机 还要配备便于携带的指甲 脉搏式血氧仪监测血氧 发现异常情况迅速的给予西氧和相关的药物治疗 同时结合实际及时的转诊 他表示早转诊就是发现了需要转诊的 要及时的转到上级医院接受治疗 上述的四早就是做到关口前移的重要工作 另外聂春雷还表示说 将透过加强基层医务人员培训 加快中医药配备使用 同时提高基层诊疗能力 防止轻症向重症或者微重症发展 好 再来看一下中国计划山寨辉瑞的贝拉维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路透社的信息显示 中国正在与美国辉瑞药厂进行商讨 希望获得批准 由中国的药厂生产 以及分发抗病毒的贝拉维的仿制版 并且希望农历新年之前能够达成协议 路透社在1月7号的时候 引述了肖先生的话 报道指出 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去年12月底 已经开始与辉瑞药厂就此日进行商讨 北京方面希望在1月22号 也就是中国的农历新年之前 可以与辉瑞达成协议 另外报道指出 中国的药监局与几家药厂 在去年12月底的时候召开了会议 商讨准备生产贝拉维的仿制版 当中就包括了华海药业 还有食药集团 华海药业去年8月份的时候 已经与辉瑞药厂签署了协议 在中国生产只供中国国内使用的贝拉维 食药集团则是研发使用 信使核糖核酸技术的 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 报道表示 中国药监局还建议这些公司准备 向药监局注册生产贝拉维的仿制版 报道表示 华海药业和食药集团 在最近几周进行了生物相等性的测试 这种测试是中国药监当局 要求在仿制药出售之前进行的 以确定与原药厂的效用是一样的 报道说 两间药厂希望在1月稍后的时间 向中国的药监局提交测试的结果 中国药监局中国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 华海药业以及食药集团 目前没有对路透社的制品请求进行回复 辉瑞药厂的发言人表示 公司正在积极地与中国当局和相关的公司合作 以确保贝拉维在中国有充分的供应 中国疫情松绑之后 染疫的人数暴增 中国去年2月份的时候 已经批准贝拉维进口使用 患者必须到医院看诊 由医生开具处方才能够取得 医疗机构的医保采购价格 为人民币2300块钱 但是曾经在黄牛市场 被抬高价格至5万元来出售 再来看一下 德国外交部建议公民非必要别去中国 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建于中国目前的新冠感染潮 德国政府呼吁民众 如果非必要不要前往中国 自1月9号开始 德国将中国列为了受威胁的病毒变异地区 入境者必须接受强制的新冠的筛减 报道表示 德国外交部在星期六 也就是1月7号的时候 在官网当中更新了 针对中国的旅行和安全建议 德国外交部的危机应变中心 也同步在推特当中发文表示 不鼓励到中国进行非必要的旅行 这并非旅行的警告 而只是建议 德国外交部指出 中国的感染数字正处于2020年 疫情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 中国的卫生系统不堪重负 紧急医疗情况的适当护理也受到影响 网站也提醒民众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 北京市医院的医护人员短缺 当地医院的急诊救治得不到持续的保障 必要的药品的供应也存在问题 德国外交部进一步指出 自下周一 也就是1月9号开始 德国将中国列为了受威胁的病毒变异地区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网站上则写道 自1月9号临时起 中国被认为是可能出现 令人担忧的病毒变种的地区 根据德国外交部网站更新的入境规定 1月9号开始 从中国入境的旅客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有接受筛减的义务 入境者必须出示起飞前48个小时以内的 新冠的抗原检测的证明 另外 德国联邦内阁星期五决定 将依循欧盟的共同建议 收紧对从中国入境旅客的防疫规定 因应中国的新冠疫情发展 以及中国即将在1月8号开放国门 欧洲国家星期三在召开会议之后 强烈建议27个成员国对入境者实施强制的检疫 报道表示下个星期 也就是1月9号开始 来自中国的旅客必须要出示起飞之前 48个小时的抗原 或者是核酸检测的证明 由航空公司负责检查 航班抵达之后 德国当局将对旅客随即的抽检 此外 德国也将对机上的废水进行检测 查看是否存在新冠病毒的新的变种 另外 德国联邦卫生部的发言人在星期五的时候表示 这项新的规定将从1月9号生效至4月7号 还表示这将确保在出现新型特别危险的病毒变种的时候 至少能够延缓病毒进入或者在德国传播 另外报道表示 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多个欧洲国家已经宣布对来自中国的旅客进行新冠的检测 美国印度韩国日本等国也实施了类似的措施 报道说 中国当局近日表示 第一波感染已经在北京天津等地达到了高峰 但是随着春节即将到来 春运期间大规模的返乡人潮可能会推波助澜 将病毒传播至农村和中小城市 好 再来看一下160多年来最长的僵局之后 麦卡锡当选了众议院的议长 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历经了创纪录的四天十五轮的投票 在对共和党内极右翼议员做出重大让步之后 麦卡锡终于当选成为了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长 报道表示 经过160多年以来最长时间的议长选举僵局之后 共和党人麦卡锡终于在第十五轮投票当中 当选了美国联邦众议院的本届议长 麦卡锡当选这一职务正值1月6号 美国国会暴乱两周年之际 当时川普的一支支持者冲进了国会大厦 试图阻止拜登就任总统 报道表示 议长的当选意味着本届众议院的议员 终于可以宣誓就职 开始2023至2024年度的常规的工作 众议院的议长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领袖 是继副总统之后第二位总统职位的继承人 其任务是主持众议院的工作 另外麦卡锡表示 他们的体系是建立在督察和制衡之上的 他表示他领导的国会将致力于削减国债 降低油价和解决移民问题 以及共和党人支持的其他的问题 美国总统民主党人拜登向麦卡锡表示了祝贺 并且呼吁两党领导人之间进行合作 好再来看一下俄国的议员建议回购辽宁号 送往黑海前线 来自法广的信息表示 俄乌战争冲突持续 日前有俄罗斯的议员提出 根据当前的情势来看 俄罗斯应该回购辽宁号 根据台湾媒体自由时报在1月7号的信息表示 俄罗斯有议员主张应当回购辽宁号 该报道引述了俄新社在1月6号的消息 俄罗斯国家杜马夏议院远东和北极委员会的第一副主席 谢尔盖卡尔基诺夫提议 俄罗斯应该向中国买回乌克兰 卖给中国的苏联时期的航舰瓦梁格号 也就是现金的辽宁号 并且将其重新命名 卡尔基诺夫表示 在苏联解体之后 乌克兰将没有完工的瓦梁格号 以费金属的价格出售给了中国 中国买家原本且是将改建成为水上的赌场 中国却将其改建成为了航舰辽宁号 这名议员表示 有鉴于目前的情况 他提议从中国买回这艘船舰 卡尔基诺夫也表示 买回之后的辽宁舰将重新更名 并且派坐黑海舰队的航舰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于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